沈群还会有更好的故事带给你 因为我知道他在纽约送过餐 特别成功 你是北大什么专业呢 中国人系 跟这两件事不太干边 在纽约送过餐非常成功 而且有自己成功的三个源头 可以讲给大家听听 在纽约送外卖 送外卖的时候 这个小费要有这么几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呢 就是说你送到的时候 你无原则的 你一定要想法让对方高兴 这个时候不用想什么原则 基本上来讲 就是你见着这个接单的人 逮着什么夸什么 比如说当你送给他 把外卖送给他 他一开门 突然有他这个宠物 比如说一只狗跳出来了 你就马上就夸 What a nice dog 多漂亮的一个狗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从中国去 就是对狗有一种戒备的心理 不是像现在了 当成一个宠物 但是你得夸 夸完了以后 他会不会说 这不是我的狗 那么如果说他没有狗的时候 你总是还是有别的地方可以夸 比如说 他送到家里的时候 你总是夸他的房子 What a nice house 那就是你就夸他的房子 如果房子不行的时候 你就直接夸人 总之第一句话 你一定就让他高兴 于是这个时候 他在给小费的时候 通常就会 手就会比较松 最后就说 多么漂亮的钱 第一个原则 叫无原则 第二个原则 就是要有价值观的认同 所谓价值观的认同 就是你去送外卖的时候 往往他在做一个事 这个主人 点外卖的人 譬如说 很多的人是在看球 他自己不愿意出去吃饭 于是他把这个外卖给点来 那这个时候 你要迅速判断 他是喜欢哪个球队 那你看到他看球的时候 其实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因为我们那时候 去美国时间不长 我们也不懂哪个队 那怎么办呢 就是你一看着看比赛 你马上你就非常关注 你说挤挤挤了 就好像你完全清楚这个情况 你也在关注 他马上就说 哎呀 2比1 哪个哪个队 赢着呢 这个时候 他说完这个话以后 你就知道 他是站在哪个队的立场上 于是你马上和他站在一起 就是你要 你要迅速的 认同他的价值观 你说真是 你看就这个队 我最佩服这个队了 那这样的时候呢 他马上就觉得你是同路人 他甚至很多人呢 在这种情况下 当你跟他告别 他给完你小费 你离开的时候 他有一种怜悯的心 也就是说这个队 如果正在领先 你就说 我就撂告了 一定他是领先 如果这个队正在落后 你说天哪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 一定要跟他一起 就是那句话 同呼吸共命运 欢乐